Hello 大家好 那我相信各位經常會使用這種潤滑油 這是WD40 非常有名 那我也經常用 那可是呢 有時候這個東西我用太久了 會出現一些問題 譬如說你買來換個四五年沒用完 有可能裡面還殘留非常多 但是壓下去結果噴不出來 漏氣了 或是你在使用的過程 你沒有垂直你用倒著噴 結果只有空氣出來 油沒有出來 那這樣就造成這個裡面的壓力 就無法將剩餘的噴出來 那當你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該怎麼辦 有的人他就會把它敲開 到裡面的油出來用 那 但是呢 這種東西還是用噴的比較好 那 一般來講 那 我都採取 這個下面的這些做法 那不過 在此之前我要先告訴各位 就是說 各位非專業人士請勿在家裡模仿 因為這種都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包括你打開它啦 或是對它做一個其他的動作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 我純粹是提供我個人的經驗 請大家 不要在家裡自行磨化 好 那 最簡單的 就是這樣子 像我 我一般如果說它沒氣的話 這很簡單嘛 這個沒氣 這個新的壓力十足嘛 這個 這個 噴管對噴管 兩個同時壓 它氣壓就被灌過來了 兩個壓力就平衡了 那因為 新的話它壓力很強嘛 那只要你稍微壓一下 大概不到十秒鐘 那這個又是生龍活虎了 這是我常用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讓兩個 這個 WD40 互相沖氣 這是一個方法 再來呢 當然這也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這樣的話 這個以後它就比較沒氣了嘛 那事實上我比較常採用的是 以下這個方法 就是說 這個 噴嘴 這個塑膠管 一定有吧 再來就是說 你要去買一根球針 買一根球針 然後呢 這個電線 剝一小段皮 這個電線剝一小段皮 好 那 以下 要怎麼弄呢 我們來示範一下 你這個就是說 把這個電線的皮 跟 球針 串連一下 然後呢 這個噴嘴的塑膠管 也是一樣 把它銜接起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我們就已經接起來了 好 那 那 再下來呢 你就需要 拿個打氣機 好 這我們平常在打腳踏車的 好 你將這個球針 啊 接在這個 開口 好 就像你在打輪胎一樣 好 這樣的話 這個就有這個氣 從這邊出來的 好 這樣就有氣從這邊出來的 有沒有看到 好 那 我們現在就可以 將它接在這個 沒有氣的這個 這個罐子 好 確實把它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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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來做 打氣這個動作了 好 但是呢 你這樣打是不行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這個鋼珠把中心 頂住了 所以你要打氣的時候呢 你在壓下這個同時 這個要往下壓 讓那個 這個 整個管道暢通 就這個噴嘴要同時壓下去 因為它是把那個 裡面的一個鋼珠往下頂 好 這樣壓 好 好 你這樣的話 大概 壓個七八次大概就夠了 好 你壓下去的時候 這邊壓 然後放開 也要順便放 不然會被它 吸出來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壓個七八次就OK了 這樣壓力就會進去了 好 那以上呢 是我個人 對於這個潤滑油 噴不出來的一個處理方法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